格林、哈登经常介绍赚钱门路给我,与保罗有个协议会在夺冠后,旅行吉拉德格林可以说是一个大气网城的球员,他早在2005年就参加选秀了并且在首轮18位被波士顿开尔特人选中,算下到现在格林也是一名,打了13年的老将了,他和保罗同岁在火箭里他的年龄仅次于内内,虽然格林是一名老将,但他在加盟火箭之前球员, 球尼对他可是没太多的印象,除了知道他是2007年全灵星扣篮冠军外,对于他的其他事情几乎是不了解的,直到去年格林加盟火箭后迎来了他职业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火箭格林虽然也是一个替补球员,但是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今年季后赛中主帅德安东尼只用了七个轮换球员,而格林就属于其中一个,可见球队对他的卡中, 今年休赛期格林的合同已经满期,在球迷的期盼下格林签了一份年薪240万的合同,说句实话在如今钞票横飞的NBA格林这份合同显得有些寒酸,以格林去年的表现完全有能力签下一份较为体面的中产合同, 只要心筋空间宽裕的球队给他开出一份500到800万的合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火箭由于心筋空间捉襟箭肘,所以只能给他开了一份老将底薪,不过好在格林的火箭的人员不错,他的牺牲很多火箭球员都看在眼里,上赛季火箭的核心哈登就帮忙给格林介绍外快, 在哈登的介绍下格林与某品牌球商签了一份10万美金的代言合同,金额虽然不多但蚂蚁在小也是肉瓦,更何况钱虽少但耐不住次数多啊, 据格林透露哈登在休赛期已经给格林介绍了很多赚钱门路,哈登会帮格林联系一些商业活动,让格林参加赚取一些出场费, 还会安排一些新开业的店铺参加类似于剪彩的活动赚点小钱贴补家用,格林还透露他和保罗之间的一个趣事, 他说保罗是美国橄榄球大联盟Jacksonville Jaguars的铁杆粉丝,而这支球队是格林最不喜欢的球队, 所以保罗和格林有一个不平等的协议,保罗说如果下个赛季火箭, 如果夺冠了格林就要穿着Jacksonville Jaguars的球衣在休斯敦的街头跑一圈, 至于如果没有夺冠保罗需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保罗之字不提, 不过格林当然不会介意这样不平等协议, 因为只要火箭能夺冠他愿意做任何事。